What's up guys,我是可疑老胖马斯瑞 今天我要给你们推荐最适合学习英语的电视剧 而且要说为什么我一般不推荐老友机学英语 我们要从几个维度分析一下什么样的电视剧最适合学习英语 最后呢我就会分享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些英美剧 当然呢每个人推荐的电视剧都会非常主观的 但是拍这个视频之前我就问了很多朋友 跟他们聊了一下这个话题 然后尽量概括各种各样的品位 Let's go 第一,你看的电视剧有多难 选你要用来学习英语的电视剧 之前先得考虑到你自己的英文水平怎么样 大概就是说你能听懂多少 Do you understand the words that are coming out of my mouth? 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觉得什么样的节目比较好呢 第一种节目呢就是你能听懂40%左右 意味着60%的内容就是新的词和表达 第二种节目就是能听懂98% 也大概就意味着每分钟会有一到两个你不知道的单词 所以你觉得呢其实在应该比较明显 就是这两个极端都不太合适 Do you ask? 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可理解的输入 指的就是你所选的材料应该比你目前的水平稍微稍微高一点点 假如说你现在的水平就是i 我们选择这个学习内容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比你现在这个水平稍微难一点的 那就是i加1 如果你看这个只能听懂40%的节目 这个就相当于i加100 就是说这个太难了 你花10个小时可能才会看完一期节目 这个本身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就太无聊了 很难坚持下去 所以很早就会放弃 后者呢这个比较简单的就相当于i加0.1 太容易了 你看10个小时可能才会找到10个 你觉得比较适合学习的单词 所以这个实在是太满了 说这么多呢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节目呢 一般我跟人说 如果你能听懂80%到90%左右的台词 这个电视剧就比较符合你现在的水平 像这样的视频你一定要关注 然后看一下这个小铃 这样我一发视频就会收到公司 第二想提高口语的话 你得考虑到电视剧里的语言有多口语 很多电视剧就会加一个last track 就是一个观众笑声的一个音效 像圣火大爆炸破产姐妹老友记 这些节目都有 那在网上有很多视频 都会把这个笑声去掉 可以看看圣火大爆炸这个片段 真是生活中不会有这个笑声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说话 如果你学这样的台词 就会感觉有一点点奇怪 所以一般来说 我不会推荐这些有笑声音效的节目 真正的英语对话 为什么这么难听懂呢 因为生活中没有人会等待 你说完一句话才会去回应 那很多新的节目就没有这个last track 他们追求我有一个更真实的感受 不一定完全像一个真正的对话 但是比以前有笑声音效的这些节目 要像很多 这主要就是我为什么不推荐看老友记学英语 不是说这个节目不好看 或者写的很垃圾 就是里边的语言就会加一个音效 所以不是最正宗 最口语化的语言 那到这个时候 很多人老问我 哪个电视节目最适合学英语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节目 很多人经常提不到 就是反弹节目 用的语言就是比较自然的这种感觉 肯定比任何电视剧的台词会自然很多 第三就是口音 我教英语这么长时间 太多人都问过我是学美式英语 还是英式英语比较好 其实呢 这完全无所谓 当然就是美式英语比较好 这也许不用说 但如果你想学美式英语 去看一些英剧 就会感觉这个效率稍微低一些 所以你想学什么口音 看什么地方的电视剧 但是跟这个有点类似的道理 就是你要看这个电视剧有多新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般不推荐 看老友记学英语 老友记第一季 第一集是1994年播出的 因为这个节目比你们很多观众都已经老很多 所以里边的一些理语表达太老了 现在很多人都不这么说话 不仅要看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拍的 而且还要去看这个节目设定在什么一个地方 或者什么时候 有的节目就是二战时期的 中世纪的英国 甚至有一些是虚构世界里的 那这些表达说话方式就非常不现代 不口语化 所以不要去学习 我自己最喜欢的电视剧就是权力的游戏 但是没人这样说话 所以不要把它当成学习材料 最后呢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声音 去模仿语言的时候呢 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到 首先英语跟中文的发音部位是不一样的 中文发音就是会比较高一些 南方口音就会偏口腔里的前方 北方方言呢 很多都会有一点点鼻音 那每时英语发音部位反而就会比较靠后 就是从你喉咙这边发出来 所以练习口语的时候 如果你想做这个影子跟读 或者做任何模仿类的练习 我建议你选一个人 重点练习他的这个说话方式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语言偶像 你只去模仿这一个人的说话方式 效率就会高很多 因为这样呢 你就开始适应他的这个语气 节奏说话习惯等等等等 以前我自己其实就是去模仿江文的说话方式 我觉得他的风格 他的节奏都挺酷的 而且呢 跟我一样这个声音就会比较低一些 因为我们刚刚说到英文的声音就会比较靠后 我一般就会推荐大家去找一个 比自己声音稍微稍微低一点的人 这样你会慢慢让你的说话方式更低 靠近准确的这个发音部位 因此呢 生活大爆炸的这些角色 特别特别不适合学习英语 他们很斯文就是书呆子嘛 那美国典型的这个书呆的声音 就是比较重的鼻音 就会令人感觉有点点 不适或者不太喜欢的这个说话方式 所以绝对不要去模仿他们 除了Penny其实他还行 就是这个加州女孩的感觉 还可以 跟你分享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哪些电视剧之前 我们去找了一些我身边的中国朋友 我这他们其实都是看电视剧学英语的 所以我就问他们是看的哪些呢 你可能会注意到 他们看的这些节目有各种各样的题材 很多都非常的不一样 谢谢我又问他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你这些节目都看过多长时间 多少个小时发现有个共同点 他们就是看我很多呀 但是学习需要很多时间 但是如果你现在就开始 每天看一个小时的英语电视剧 而且用我所推荐的这些学习方法 我保证过一两年以后 你的英语肯定会非常非常好 最后呢终于到我自己的推荐 我这边选了十种节目 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生活化的题材 第一种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喜剧 所以摩登家庭或者老爸老妈的浪漫史 这些节目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摩登家庭现在还在播出 第二种就是访谈节目 我们说的这个The Ellen Show Conan James Corden The Graham Norton Show 这些其实都挺好的 然后后两个 James Corden和Graham Norton 这两个都是英国的 所以呢也可以去听一些英国口音 第三种呢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点的 那也特别好玩 第一种就是神烦警探 Brooklyn Nine-Nine 第二个是Scrubs 第三个是Silicon Valley Brooklyn Nine-Nine就是警察的 Scrubs是医学 然后Silicon Valley是融资 或者硅谷相关的嘛 所以这些 如果你对这些方面感兴趣 就可以去看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之前我提到的这些Up主呢 这些Vloggers呢 我觉得有很多特别好的 因为他们说话方式 都非常的口语化 第一个呢就是Casey Neistat 她就是最早一代的Vlogger 第二个呢就是最近 特别火的一个女孩 叫Best Dress Best Dress的这个博主呢 她是美妆加时尚 而且呢会说到她很多日常生活中 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那她比较年轻 然后女粉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 虽然我可能不是她的目标群体 但是她拍的视频都挺好玩的 If you don't feel like retucking your dress every time you pee or you just don't like the feeling of three layers of fabric around your crotch here is another option 最后呢如果说到一个英国的电视剧 我最近在看一个叫Fleabag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玩 而且就是在面对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里边的语言也特别适合去学习的 那说了这么多 我给你们我的推荐 然后我们听了我那些朋友的推荐 这边我们看到题材都非常的不一样 但是呢最关键的是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呢 他们在学习英语这个方面 画过成千上万个小时 所以我刚刚说的有些节目可能不太适合去学习 或者里边的语言可能没有那么口语化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你选的这个节目 你愿意看下去 你愿意看很多遍 我很多身边的朋友 他们把Friends从头到尾都已经看过十几遍 然后我可以跟你说 他们的英文都非常非常好 你要是愿意这么去做 看很多很多遍 这些表达自然就内在话 那下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你们自己的推荐 你觉得哪些节目特别好看 或者特别适合学习英语 那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I can't actually put my hand over it because of the thing alright good